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欢迎收看今天的戏说真人生 我是阿民 如果您我的记忆 如同沙漏里的沙 不停地流失 我们该怎么办 在宝岛台湾 六十五岁以上的长者 平均每十二个人 就有一位罹患失智症 而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家 则是平均五个人 就有一位失智者 明晚八点 大爱剧场 你好我是谁 描述的就是 失智照顾的故事 其实失智并不可怕 今晚就让阿民 还有戏说真人生的主角们 陪你一同来认识他 你好啊 我是谁啊 你确实是有认知障碍的状况 我只想知道 你到底有没有办法 把我妈变得正常一点 你所谓的正常是指什么 一般人对失智症的了解不够 我想创立失智症中心 现在谁在照顾妈妈 那是我没法度过照顾我妈 你应该被人做 一个人承担了 很辛苦 也像李股熊这样 为了照顾妈妈 被迫放弃了人生的梦想 放弃了自由 一个人失智 不是失智者一个人的问题 最先受到影响的是照顾者 如果有一天 这个压力扛不住了 就会让自己 成为下一个社会的负担 孙刘秀鹏女士 秀鹏女士 秀鹏女士 你现在要怎么办了 你现在要跟别人吓唬了 妈 你现在要怎么办了 有时候我宁愿生病的人是我 她现在是个全新的妈妈 我们完全可以从头来过 我们以为失智 就是不断地退化 为了怕不让老人家摔跤 受伤 我们就开始限制她 这也是为了保护她们 是保护呢 还是剥夺她们剩下的能力 姜李是有儿子或女儿吗 超问楼 这可是我能 好像活得太辛苦了 如果我答应了爸爸 他们那双紧握的手 不知道还能握多久 小小羊儿跟着妈 不要怕 不要怕 那首小羊 一直都是妈最喜欢 最常唱的一首歌 刚才 她忘了 失智症患者的家属 承受的不只是精神上的折磨 还有身体上的疲累 那份煎熬 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 失智症中心的存在 成为她们的后盾 让她们不再孤单无助 失智是病 也是老化的一部分 如果她要来 我们阻止不了 那为什么不快乐地接受 让我们一起 与失智共舞吧 现在我的心情非常地期待 明天晚上八点要赶快来看 你好 我是谁 欢迎我们的本尊 曹问龙医师 曹把 大家好 曹把 我这几年一直追踪你的脸书 终于盼到你的戏要 明天晚上要上档了 那今天饰演你的 最佳男主角来了 您可以帮我承接这样的工作 隆重地介绍他吗 现在变成好朋友 寇思勋 欢迎寇哥 大家好 两位在我的眼里 都是学有专精的 曹把今年 从一 刚好半世纪 那咱们寇哥 从影也将近半世纪了 快了 快了 您这么多年的演艺生涯 演曹把的故事 是不是有破天荒 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故事 以前演过一些 比方说明初戏 会有一些近代史上的人物 就演过一些真人真事 但是这次演的真人真事 是这个人还活着 这个就第一次了 当然这个不是一个 传记的一个片子 如果是传记 各方面都要很像 但只是以它的事迹为主 但是我们仍然在 各方面尽量去 接近那个感觉 希望观众朋友 从这个戏里面看到 真正的曹把比我演的 还要了不起 那了不起太多了 我不是故意在他面前 吹捧他 我不太喜欢吹捧别人 但是他非常值得我尊敬 我们也离开了台北 很长的一段时间 很深刻地体会到嘉义的 真的跟台北很不一样 很宽阔的那一面 我到现在仍然会想到 每天早上开着车 去大林吃鸡医院的过程 旁边的田 还有那些橙蓝 还有阳光 然后我们在医院 一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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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专业而迅速地完成 然后我们合作的 寇世勋大哥 这都是很新鲜的经历 老板 现在这个硬性 你觉得可能比较不舒服的话 几乎我们现在有准备软饰的 你也是可以试试看 然后每一个个案家庭的状态 我们又可以跟着他们 走过各种不同的心情 我觉得这会是一部 相当值得期待的大演剧场 在接演这个戏之前 我先去拜望过曹霸 同时也见到了曹奶奶 那个时间点刚好是 我的母亲辞世不到一年 对 那我母亲和曹奶奶年纪相仿 差个一两岁 所以我看到曹奶奶的时候 当然有一种特殊的心情 好像看到了自己的母亲 加上曹奶奶对我 跟我像一见如故 当然我跟曹霸也是一见如故 但曹奶奶看到我也像一见如故 然后高兴地拉着我的手 就要去介绍他住的房间 给我看 然后把曹霸甩在后面 我像他的儿子 他像客人 情欢 这个你说不上 他也不是一个特别安排的事情 因为就是一般性的拜访 短短的一个小时左右 我那个心里面的那个触动 是非常强烈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 感谢老天爷帮我接上这个缘 感谢老天爷在我母亲 辞世不到一年的时间 又让我结识了曹奶奶 然后让曹奶奶再握着我的手 那所有的感觉告诉我 这个戏你不能不演 你必须得演 因为这是上天给你的安排 冒昧请问一下寇哥 当那位小姑娘牵起你的手的时候 你有被电到的感觉吗 整个是一个一股暖流 直接从手一直就暖到心里 然后我们两个 我跟曹奶奶两个在往那房间走的时候 我还回头看曹霸甩 还跟在后面 跟个孤儿一样 曹本龙娜 我从小奔波流离 真不知道哪里才能算我的家乡 台北是我住最久的地方 可是大林是我付出最多的地方 我想把家落在这个地方 把大林当成我的故乡 作为我最终的归族 一 一 二 一 二 累不累啊 不 不累 不累啊 你累吧 我不累 不累我就不累 好 我记得小的时候 那还可能小学一二年级三四年级 母亲还在家的时候 那时候她很开朗 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在眷村里面 那么吃个晚饭 邻居家这些妈妈们都会到我们家来唱歌 我妈妈歌唱得很好 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旁边听他们唱歌 我的印象里面 我现在还可以唱很多很多脑歌 其实那个歌都是在她那时候听过来 在脑子里没有忘的 小小羊儿跟着马 又白又黑也又花 你们可曾吃饱啊 小小羊儿要回家 来啊 红红的太阳下山 呀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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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嘿 拍拍手 拍拍手 好 呀嘿 呀嘿 好 是不是 因缘就是不可思议 因为寇哥曾经被封为 全台湾最有魅力的男人 他演了你的角色 说实话 以前看过他的戏吗 有 大家都没有从头到尾看完 只是反正当时就觉得 寇兄好像很有性格 有性格的男人我是非常喜欢的 我觉得人找得很棒啊 因为除了外形有相之外 那种个性中有一种想要坚持 不服输的精神 这个可能我们两个都有 尤其是当我们见面的时候 我们的口音很小 很接近 但是呢 他的发音呢 用词用句啊 又非常清楚 所以我母亲呢 牵着她的手的时候 因为母亲已经脑筋退掉了嘛 她看着头发也黑的 就以为她就是我 就是年轻的我 所以好像就在牵着儿子一样 寇兄也非常能够抓住 跟我母亲聊天的那个节奏 所以她们之间都没有隔阂 所以都是顺着我母亲讲 所以她当然就表达得非常自在了 完全不像第一次见面的人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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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就结了缘了 对 因为她 你不知道她从拉着我手 说要去看她的房间 那个自然 那种毫无作作的那种感觉 跟我自己妈妈没两样 你要看我房间吗 走 就拉着手就走了 在那几个月里面 我见证到曹霸是怎么样 扮演一个对于失智症的照顾者 他是如何实践了他 教所有这些 照顾失智的人 应该注意哪些事情 他做的比他讲的还要详细 还要细腻 你要多陪我几年 好啊 嗯嗯 好 好 好小羊儿跟着马 不要怕 不要怕 那个我每天都在感动之中 都爆表了 对 没办法 所以我崇拜他 两个人成为莫逆之交了 现在是很好的朋友 他不嫌弃我 嗯 说真的我们透过这出戏 除了从曹霸个人 延伸到旁边失智者的家庭 还有家属 医疗团队各方的 共同用爱来陪伴这个失智者 我想人生最大的后悔 就是该珍惜的时候没有珍惜 该把握的时候没有把握 后哥演了之后 明天戏要上了 你有什么话要对观众朋友提醒的 一定要看这个戏 我不是我不是为要推推荐这个戏给大家看做广告 不是 你看了以后 我们我们家里面都有可能都有可能啊 会遭遇到就是家中可能会有一个失智的亲人 但他什么时候发生我们不知道 但是万一他发生了 你真的要看这个戏 你才知道如何去照顾一个失智的患者 而且那个患者是你的亲人 他不是外人 你千万要记住这一点 那样无比的耐心 他有方法的 曹霸 我来扮演曹霸 告诉你们这个方法 你们要看 你们一定要看 曹霸有方 有方法 有 这个反正就那么多年嘛 这个第一个我本身呢做神经科 然后呢这十年来我在嘉义 嘉义都是老人 所以我每天在门诊的都是老人家 所以狮子占绝大多数 所以狮子的话 家属的照顾是个大问题 这个剧本身就是在阐述失智者的一些问题 一个家庭照顾的问题 跟一个医疗照顾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现在继续的再从这方面继续走下去 主要是我也非常感谢大林慈禧医院院长大力的支持我 让我可以走这条路 谢谢 好 祝福你们了 加油 加油 我们在做人的后盾 所以我就常常到社区到嘉义 去访问医疗这些在家的失智老人 不能够到医院来的 我看到了好多好多的照顾的模式 跟有些照顾的一些困扰 所以我就想透过脸书 保守我的感触 跟一些可以解决的方法 透过脸书告诉大家 这也就是让我 在一方面在推动这个失智的教育之外 我也很希望给大家一个正向 正面的一个照顾模式 其实失智老人是很可爱的 他越来越小 你看两岁的孩子好可爱 那我们如果把一个失智 到两岁的一个失智老人 用两岁的孩子的方法带他 他就会像两岁的孩子那么可爱 他的笑容真的灿烂 他每个皱纹都在笑 那比婴儿还美 婴儿是笑得可爱 但没皱纹 这老人家笑起来 连皱纹都在笑 那个美就是美中加美 所以其实这是我的感触 你现在听曹爸说好像很轻松 我实际亲眼见证到曹爸如何去照顾曹奶奶 他做起来也很轻松 因为太自然了 你晓得吗 但我们在演这个戏里面 有那么多个案 我们发现那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一定要看这个戏 其实你好我是谁啊 他这个剧的话 你看你好我是谁 就是说 就是问我常问问妈妈 你好啊我是谁啊 他就叫不出来 就表示他记忆不行了 所以他其实这个东西 这个剧本身就是在阐述失智者的一些问题 一个家庭照顾的问题 跟一个医疗照顾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现在继续地再从这方面继续走下去 他说我也去做居家 我也去做失智 最重要是要做得很开心 那很开心的话 这件事情才有办法持续长长久久 所以那这个也是曹爸给我的一个 看到他这样子我学习的 然后我觉得我应该要做 他有跟我分享说 为什么他要每天把妈妈这些故事 或者把这些事件都把它给分享 其实他是在做机会教育 他就是像我们之前帮曹爸做的这些 派了很多一些新闻媒体报导 他其实就是在做行医水笔 他就是在每天的这些妈妈的照顾的过程 他想分享给更多的 看得到的这些失智症的家庭 或一般的民众更了解 失智症招务其实不是很难 对 他其实是很有技巧很有方法 然后也可以很有趣或者是很有温度的 以前做的这些事情就是历历在木匠 那比较印象深刻是 曹爸就成立了失智症中心 然后我们就开始往外拓展的 那个过程是觉得回想起来是 真的是酸甜苦 那时候真的什么资源都没有 那我们开始一步一脚印的在社区 找相对的这些社区领域长 那找社区的慈激的志工 那去找这些点 那才也刚开始 从一个点慢慢拓到全台湾有14个点 这个是整个回想起来 又看到这些剧本觉得 哇 真的自己做了很多的事情 明年就是大陵慈激医院师治症中心 满十周年的日子 回想这么多年来 草靶心中最感念的就是神队友 对 邱满 欢迎邱满 大家好 我是邱满 戏里面的邱满 我看了 非常的聪明灵力 充劲十足 当时看到邱满应该如获自保 没有错 那么我跟邱满认识更早了 那时候我应该是在100年来到大陵慈激医院 我在神经科 他就是神经科病房的护理师 那时候他负责病房 我们要跟病房护理师常上课 做一些专业的这个教育 他就是负责那个专业教育的那个联络人 口识伶俐 做事干脆 而且非常积极 当时就留下很好的印象 在病房里面看他跟照顾病人 都是永远是笑咪咪的 那么 当我要成立一个施症中心的时候 那么我们 我的要求也希望最好这个护理师 是能够有神经科的照顾经验 那时候他来报名 我一看是他 那我就非常高兴 终于找对人了 一拍即合 对 对 曹爸的年龄可以当你爸爸 绝对没问题 跟着这位如父如兄 如长辈的人一起合作 你当时心情有没有很忐忑 有 当时候其实要从一个临床的工作的护理师 跳到一个比较算是个管或行政的工作 其实也是很担心 很担心自己没办法审认 因为临床跟行政真的是差蛮多的 这些服务内容 一个是针对是临床的个案 那一个是可能还要针对 我们需要采出有一些资料的 那时候还是有担心 还是有担心 有些跟先生讨论了一下说 这样子适不适合 要不要做转任 我叫邱满 我觉得邱满是 他其实很年轻 我觉得他是很伟大 就是怎么会有办法有人可以 就是把自己就是奉献出去的状态 那时候回想说应该没有我的戏吧 就说应该没有我的事这样 然后后来我想说 没有 邱满 你怎么会没有你的事呢 我们有庆年的默契比较强一点 刚开始就觉得想 就是把他当作是一个工作 然后把长官交代的事情把它做好 可是在这些过程就发现 这些家庭 其实在我们所办的这些活动 这些内容里面 他们收获真的是太多 或者是他们的一个回想跟回馈 就让自己觉得 好像自己可以再做更多的事情 今天说实话 摄影棚现场先生也来了 没错 你有什么话要对你的小孩 对你的先生 对你的公婆说 其实很感恩 我跟你说 我在临床其实很忙 那我几乎都上白班 那所以第一就是 白班其实一般的临床护理师 都很不喜欢上 那时候当了白班又当了理事 所以我要带新人 那时候怀孕真的是五六个月 还要背个大肚子 还要带新人 我有时候回到家 其实大概都七八点 那时候先生说 这样子可能你会太累了 那有没有就是 有机会就是可以 转换一个比较正常般的工作 那可能假日还可以轮修 那还可以陪一些小孩 那其实在这些过程 其实我的公婆真的是很帮忙 我上班 或者是我轮班的时候 他们帮忙照顾小孩 那我先生其实觉得 他也很认同就是 护理的这个工作 他是可以照顾别人的 那虽然会比较辛苦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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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邱满家的主场 所以那个 跟先生的对话 就会非常非常多 不管是 其实也没有讲家里的事情 全部都是在讲公事 回到家也是抱怨 然后或者是分享 什么全部都在讲公事 好难喔 好难自己按那个 我今天把LINE给了一个家属 然后呢 然后他跟你家说 随时可以LINE他 大家好 我是叶文豪 这次呢 我是演的角色是 邱满的老公文斌 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 这样 这个角色是自演的 这样子一个重量 因为邱满是 对我来说 是很伟大一个女性 为了自己的理想 为了自己的目标 往前冲 可是毕竟在这个社会下 还是要拉扯于家庭 然后还有跟自己的工作 所以文斌对他来说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支撑 我还记得就是有一次吃饭的时候 文斌就跟他说 你有理想去追 没关系 我养你 说真的我问一个很残酷的问题 曹爸你都没有想要放弃过吗 我的人生从来是往前走 不会放弃的 跟您第一次见到上人 的那个悸动有关系吗 这是个性吧 所以当我在85年 民国85年 从军中退役下来 也就是因为我在花年的一个学生 他要离开慈激医院 所以他就打电话给我说 老师可不可以到花年看看 我一看到 到了花年就遇见了上人 第一天 那我就被他的那种精神感动 虽然说最后也把医院盖好了 但是那个医生呢 来来去去 让反而比仇医院更难 钱还好办 那个人的来来去去 让这个上人伤透脑结 所以我看到这种情况 我就说 我就自己跟自己讲 我答应 我来帮您 来建立一个医疗团队 所以就这样子 我就到了花年 也带了附近花 我的学生一块去 我这一路就走过来 哪里有烂我哪里去 所以才最后 就跑到大林来 也是一样 那到大林我又发觉 那么多老人 那么老人的问题失智在家庭 所以我应该走到家里去 所以我就这样子 正好邱满跟着我 她也会开车 是 带着我就到了社区 到了村里面去 这一走就走出一片 就好像莲花 一朵一朵莲花就开出来了 遍地开花 OK 下一阶段 我们再请邱满继续聊其他的故事 不过听曹霸这么一讲 从你熟悉的繁华的台北 到后山花莲 翻过中央山脉 到山庄的大山 大山座这边 仿佛就是哪里有需要 你就往哪里去 也让许多的家属 因为看到你们 心中的莲花也开了 脸上的夏蓉也回来了 稍后的特别来宾 也是戏中的一位演员 我们先看看 他在剧中的表现 回来之后 请他来跟我们分享 他心中的莲花开了没 我饰演的角色 其实是这个 妈妈得了失智症 但是呢全家虽然很多兄弟姐妹 但是呢就是 他们所有人都把这个 照顾这个 失智妈妈的重担丢给我 所以呢一开始登场的 几场戏呢 其实都还蛮悲情 妈妈一个人被绑到床上里 画面给我 我也大概也快七十岁了 其实我现在都觉得 我都有一点退化了 我一方面也很担心 我会跟戏里面的那个妈妈一样 但是呢我一方面呢 我会有鼓励我自己说 我不要像她一样 我自己就要规划 我自己平常都要多运动 然后饮食上面也不偏爱什么 都是饮食均衡这样子 然后自己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 开以后你往哪里靠我 我们这样过来 我咱们 根本就没法照顾我妈 根本就没法照顾我妈 她如果是走出去 我终于留他没错 我也不愿意这样 我 我是想要保护她 你也不容易啊 赶紧来欢迎饰演李武雄的高三丰 跟大家问好 阿民师兄好 全球大爱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高三丰 我觉得李武雄这个角色不好演 你怎么样诠释她 用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 里面这个角色呢 她是有兄弟姐妹 但是呢 很不巧的是 她是唯一的单身 罗汉卡 自己一个人 开始照顾失智症的母亲之后 所有这一些 原本对未来的期望呢 就是 基本上是完全不要去奢望了 要放弃了 因为她就是一天24个小时 然后一个礼拜七天 然后全年365天 她没有休假 她都得拿出最大的这个注意力 然后还有最大的这个耐性 来照顾她的失智症母亲 那她这个压力 有谁可以讲 又有谁愿意听 就算有人愿意听 有人听得懂吗 其实没有 所以这个 五熊这个角色真的是 真的是内心很苦 所以才会在她第一次遇到 曹霸这个医生 曹霸只是很简单的问了一句说 这个你生活过得很辛苦 这条路走得很累 那五熊这样一个大男人 我们就在诊间 在医生 护士 然后外面一大堆病人的情况下 在诊间里面放声大哭 说我的老汗 在诊间里面放声大哭 这个角色在戏里面呢 他遇到了两件最可贵的事情 他第一个他当然是遇到了这个曹霸 这个很有爱心 然后医术也兼具的医生 那另外一个就是 应该说是人生转类点的部分 应该是他参加了这个互助的单位 那他在这个互助单位里面 他遇到的那一个可以理解他的人 不是亲兄弟姐妹 但是比亲兄弟姐妹还更可以了解他处境 那这个人呢 他提供了李武雄走出去的一条路 他去指引他 他提供他这个选项 不然李武雄在这个片子里面 其实他毫无选择 他毫无选择的必须照顾他的妈妈 那他毫无选择的把自己的人生 跟妈妈紧紧绑在一起了 所以你这个缩影这个个案非常重要 对 简单的说就是有这样的团队 他会让你们从苦瓜变哈密瓜 对 然后让你不会再被照顾的人 离开这个世间之后 你变成胃爆弹 对 所以曹爸 听起来失智症不可怕吧 所以失智症真的不可怕 可怕在你不了解失智症的照顾方法 是 也就是说当失智面对来临的时候 当你 其实就是在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课题 是 让你去从这个长者的身上 去了解 去了解怎么跟失智对话 去了解失智的内心 他内心看到什么东西 不是用我的眼睛看什么 是研究他的看到的什么东西 我就慢慢就研究到一个人的心去了 研究到失智的心以后 其实对我们自己最有用 我们就不怕失智 因为一旦失智难 你谁也不敢讲 我知道用什么方法来面对它 是 因为我已经从这个父母亲照顾的经验上 得到了很高的功力深厚 因为这个是在乡下 还有这个山河院 你可以看到有非常好的一个大树的树荫 还有鸟叫 它就是很安静很祥和很美的一个地方 而这边的这个房主人 他也免费的提供这边给我们使用 所以就变成 这就变成好像一个家一样 我们可以完全的来使用它 送给你小亲戚 送你花一朵 比你在我生命中 太多了感动 这些家庭 其实都跟着我一起 算是成长也好 或者一起这样度过的这种 老人家的中年 其实我们在这个十年里面 那么在这个家庭里面 跟着我在一起 我们互动的话呢 也走了五六位了 当然也有不停地有人进来 也不能обще她 一定不停地有跑 孟良 кли子 左 закры 按一下 坐 慢票 些身材 saw 我们会拍她 这样帮他处理一些事情 一开始觉得压力很大 就是想要做好 就是不要让阿公退化什么的 想要把他的健康顾好 然后那时候也没有出来参加活动 然后所以就觉得压力很大 那时候情绪很不好 很容易跟阿公吵架什么 虽然知道那样不对 可是会跟大家吵架 会大声什么的 所以后面想想 会觉得如果再早一点 出来参加活动什么 可能会更好一点 妈妈的状况是因为 妈妈一个人住在这边 因为她走私 所以才知道说 她可能不能独立生活了 所以这时候 所以栋梁就从台北把工作放下来交给太太 她回到这边大连来陪妈妈 刚开始尤其那个十几年前资源也少 那相关的资讯也不多 那真的也会彷徨 还想说我们是不是有办法去陪伴 那刚好遇到曹霸 那曹霸就慢慢从那边就学到怎么来陪伴我妈妈走过轻度 中度 重度 这个过程这样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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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妈妈没有上过学 她来这边的时候 她这边有制服 还有一个红色的书包 那每天早上 我只要把这个书包拿给她 她就有印象说 我今天还要来西孔了 能够陪伴她这一段 对我来讲 我也学得很多 当然这个过程酸甜苦辣都有 常常就是每天起来 她会把她的衣服的衣服 全部用那个袋子装起来 她说她要回去 那我说你要回去哪里 这是你的家 她说没有啊 她要回去她的家 我先带 待会我把这个带你整个地方 你就知道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 那东娘了解她 知道说妈妈 妈妈讲什么话 要用妈妈看的心理 去思考她的问题 儿子 习瓜 知道 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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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去跟你买借 妈 你心里想吓了 有时候我宁愿生病的人是我 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用想 冰华跟月桃阿嬷这一对母女的话 也差不多我们认识十年了 一开始的时候 也是都一直丢问题给曹医师 因为我不懂啊 所以就一直丢问题给曹医师 然后慢慢慢慢 参加病友会 还有海生上学去 这样子一路就跟下来了 就是叫他曹医师 但是我是把他当作是我大哥 对 有什么事情 说真的 曹医师 他都会第一时间给我最好的副位 在我追悟住的时候 我妈妈没有放弃我 因为她都是一个人照顾 所以她有很多的心里的苦闷 都会说出来 甚至于很大声讲话 但是因为我们都了解 大家在这边都是有同理心的 所以可以接受她的大声讲话 她其实讲着讲着 或者有些东西的照顾母亲 那些痛苦的经验 怎么会把它化开的这些经验 都会说给大家听 所以在这个大家厅里面 她好像变成一个大姐头一样 一开始的时候 当我们碰到这件事情 就像我不相信我的妈妈 她会失智 我甚至于会觉得 她是故意找我麻烦 我会慢慢去了解 因为迟早有一天 我们也会老 那你多用这种同理心的话 自然而然 你就知道要怎么去照顾她 而不是用你单单一的想法 我觉得这样照顾她是好的 不见得是好事 可是你如果跟她是站在同一线上 你甚至于可以把你自己示弱 你先弱下来 你弱下来了 你需要她 她才会跟你做配合 一个上午的生活 也就是互相的抒压 互相交换照顾的方法 有道是灯不点不亮 话不说不明 今天整集的节目 让我们更加了解 其实失智症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我们对她的不够了解 如果你认识她 了解她 退化就是正常的 如果你不懂 那失智真的就是病了 今年温馨的五月 对曹霸来说可是双喜临门 因为明天大爱剧场 你好 我是谁 要上档了 而前几天母亲节 曹霸的第一本书问世了 今天与阿明一起来为曹霸加油打气 祝福的是姚仁璐师兄 欢迎姚师兄 阿明好 曹霸好 姚师兄同时也是 慈祭传播人文职业基金会的 核心精进长 这次提笔为曹霸写序 应该不只是二十多年交情这个原因吧 交情是当然的啦 那但是很重要的是 因为她是台湾 这样子的一个老龄化社会 所必须越来越被重视的问题 那我想曹霸是这方面 真正是大专家 所以我想她的书 我们在看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感觉嘛 那所以我相信会影响很多人 让大家对于老这件事情 有更多的认识 到了老年社会 我想自己的父母 也慢慢的老去 那对于完全没有认识 老化是怎么回事的人 她可能会紧张 甚至有的时候会生气吧 所以我想曹霸的这样子的书 或者是今天我们这样的节目 或者是明天要开始播的戏 如果大家认真的去看 其实除了娱乐以外 应该最重要的是 体会到一些什么事情 那个体会应该就是心灵的良药了 是 心灵的良药 曹霸总是给人家欢喜 很像弥勒佛 很像大一王的形象 我想这都要感恩您的母亲 对 这样的 或许今年的母亲节 对你来讲 有一点点的特别 因为那是你七十多年来 第一次没有妈妈在身旁的母亲 我们希望在最后您对母亲说说话 其实我每天都还看到我妈妈 因为我们的脸书上 我几乎每一天脸书都会回忆 一年前的今天是什么状况 她会跳出来 常常母亲的那些 我录下来的那些影片 都会再表达出来 看到我跟我母亲的对话 看到她的欢乐 其实母亲都在我身边 她没有走 希望天下的孩子们 都能够了解妈妈的伟大 妈妈老了 妈妈如果有些东西记不住了 看东西可能看不清呢 但是你要当妈妈的眼睛 去看到她现在看到什么东西 用她的眼睛想她看到的东西 这样的话 就进到妈妈的心里去了 有妈妈的心 抓住妈妈的心 这个心就在你的心里面 她永远都在 妈妈永远在曹爸的心里面 感谢天 感谢爹 感谢阿娘和老爸 感恩爸爸妈妈给我们这么多 所以明天晚上八点 你好我是谁 希望大家不要有任何的遗憾 将爸爸妈妈给我们健康的身体 做有意义的事情 我想就是对爸爸妈妈最好的回报 对 明天晚上八点 您要我是谁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也透过以下的影片 一起来感恩祝福 曹爸永远的妈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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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姑娘 漂亮的小姑娘 小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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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对 要用力 妈妈 就是 看这个鸭子 它的黄鸭子 是不是鸭子 不是哦 这是个海豚 在海豚 漂亮不漂亮 一二三四六 和你 和你 我的腿 在海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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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 又到海豚 只要 Cai鳗 虽然 羊儿跟着我 又白又黑也又黄 你们可成吃饱了 天色已暗了 心心也亮了 小小羊儿跟着吗 不要怕 不要怕 我把灯火点出来 我把灯火点出来 你有五个小孩 谢谢你妈妈 阿们 我把灯火点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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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把灯火点出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